先问一下八卦的那种 我们都跟王家卫导演合作过 然后这段时间 他不是刚刚有一个新的电视剧出现 那你会想看 我很想看 因为他都很多年没有拍电影了 很想看看他拍电视剧会是怎么样 我也看了一些 你有在网路上面看到那些预告 很上海 然后很多上海话 对吧 所以我也很想看他拍电视剧 电视剧的边幅比较长 所以可能发挥的空间会比较大 演员也很多发挥的机会 所以我也很想看 方言是一种味道 一种地狱的 最能代表地狱的一种滋味 我觉得方言还是有他很独特的韵味 更准确地表达人物的个性 很快进入状况 完全就在里面生活起来了 好像上海话其实有一种独特的氛围 能够就是说用上海话演戏 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是爽 我没有任何的语言上的顾虑 所以你把所有的精密全部放在戏上 我点到米高丽那里面的 防花它用上海话来呈现的话 它会有一种古典的味道 不同地域的人 他会讲出不一样的方言 就是他的语言的节奏不一样 然后韵律不一样 就跟一个地方 他的历史文化性格 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其实在拍之前 我就是说我也吃不准 因为没演过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 会不会不像在演戏 导演也好跟唐映也好 我们在现场经常会用上海话聊天 聊着聊着 突然冒出一个词 说这个词好像好多年没听到 以前其实对上海 对护语完全不了解 我听大家讲多了 就觉得很有那个味道 上海话有很多当地的俚语 只能用上海方言才可以表达的 我们现在这个戏是有护语版 护语版是拍摄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演员用的就是护语 还有一个普通话版 普通话版基本上 所有演员都会自己来配回 自己这个角色 当时配之前 其实说实话 我挺担心会 配的普通话的时候会掉分 因为我们心里也没底 也不清楚 其实我们配完两场之后 我就知道这些顾虑是多余的 可能导演早就想到了 它会有另外一番味道 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 如果是普通话的话 所以在配音的时候 会刻意地要来讲互谱 这个是革命友情啊 你指标不指标搭界吧 刻意地去讲互谱的时候 会把人的气质都带跑 我用这样的这个普通话的方式 本来好像是感觉很浪漫的一场戏 就这个浪漫的这个氛围都被破坏掉了 挺硬气的是不是 变成互谱 急什么啦 又是另一种感觉 林子她在讲普通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她会更柔软一些 有什么我好帮忙的吗 所以其实说普通话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很有意思的 会在每一个角色身上 她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所以在配音的时候 我就是完全再演一次 所有的戏我就再入戏一次 干哭哭 干笑笑 不会有太多的丢失的东西 是那个上海女人林子 其实听得懂就够了 不需要讲 但是我们一用上海话一讲 又感觉好像回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我觉得阿宝他讲普通话的时候 他会更认真一些 就是为了给繁花配合的普通话吧 大家说你怎么了 我说我心太崩了 哇 没有一条过 两遍了 三遍了 什么 第五遍还没过 我们哪一场都重复拍了800遍 我是王教卫 在2013年 我跟靳晨老师第一次见面 他说导演啊 你是有名的曼庸出戏活 10年能出来吗 我敬你 真的是特别佩服导演 我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我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然后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吗 然后他说反正就是不对 你再来 三分多钟的一场戏 拍完之后所有人舞蹈 然后那个度可风 完美完美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 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 冲来 这个时候吴岳老师已经拍完了 然后吴岳老师没有卸妆 我只是换了衣服 说唐岳我陪你一会儿吧 大家都在说又拍了大概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导演突然回头说 吴岳你没走啊 把衣服换上我们再拍一场 拍的周期拉得非常差 会有一个体育期 但往往在体育的时候 你看到现场飞行之后就在往往 其实心里会有一个 崩溃 不光是我在阿贝政战那些演员里面 除了我张曼玉 梁朝伟 张国荣 张学友 他们都突然之间觉得 不对了 大家都不会演戏了 我们一起被他打 打击到回到家哭 哭了很多天 觉得自己 真的演得那么差吗 导演的指点 那我们两个人会非常认真的听 突然之后 虎哥会问我 你听懂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我也没有 没有觉得煞情了 从心底里面从未觉得结束 大家好 我记得曾经有个导演跟我说 如果要拍好一个演员呢 一定要爱上他 我相信王家伟一定很爱梁朝伟 说就说拍半年九个月 一拍就四年五年这样 霸住了我的时间 同样 一个好的演员 拍一部好的电影 一定要爱上这个导演 我也都相信梁朝伟 一定很爱人 王家伟 因为其他导演呢 宠金礼拼 他都不动容的 死都要怕王家伟 你们可能是前世 欠落的 你比如说是王家伟 我就是才华小 王家伟才华小 你别人说什么 派得超之烂七八糟 一片混乱 派得三个月都不要了 后头又不戏 他都不知道 最有意思 东西西都梁朝伟 首演的时候跟我说 导演知道吗 给你讲一个事 我原来演的是东西 最后剪完我一看 我我成吸毒 张三成李四 他都不知道 就就各种各种各种 所有人都是 各种各种谣言 各种各种不满意 各种各种不可知 各种困惑 あの本当に 台本もないし 君は人を待ってる 急に言われて 誰を待ってるんですか いやいや 誰とかじゃないんだよ 君は人を待ってるんだよ ready って言われて actionってなったので ん ってもうその 要はhow toが 僕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 もうquestionが 頭の中でいっぱいになって 就我们都是 演了很多很多电视 或者是演了很多电影 来拍这个戏 怎么会 在你面前 就什么都不是 哪有流的谎 由德华更惨 他戴了一顶帽子 警察的帽子 把他的眼神都遮掉 对对对 就你不要再表演了好不好 我不要你表演 我要你的生活 在电影里面 所以是 我记得他第一次 也是拍阿菲正传的时候 他回家的时候 他哭了 因为他也是拍了一个礼拜的戏 突然之间觉得自己不会演戏了 然后他就在家里面做家务 拖地板 擦窗 然后一生都不想 那我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 然后他就说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不会演戏了 就是王家卫连我正面都不想看 王家卫的八字不夹 是吗 是 怎样 我觉得一串 每一次都陷害一次 是吗 就是那次有蜑子 就是我给蜑子钉了 然后第二天 第一个敲门就是梁家辉 是呀 你怎样哥哥 没有字 很得人怕 你忽然间发觉去到一个外景的场地 那里已经是贫困的地方 大家已经住得很辛苦 因为放了很长时间在那里 还发觉夜晚拍戏 他被蜑子钉了 我突然间收到一点 去摸撩 我林星霞在那里躺着聊聊天 我撩了 我到撩回来 有件事 你记不住在这里 以为飞蛾了 晚上一拨一拨 一拨不掉 死了 一拨 哎呀 咬住 一拨出来一拨 哇 蜑子 这样啊 那好像是baby那些 就是透明 白色那些 还没变黑色那些 黑色那时候我已经拜拜 这部戏的时候 王赵卫导演呢 就跟我说 他说 我会跟金城武和黎明 跟杨采妮 他们会有非常多的对手戏 然后呢 呃 在拍的过程当中呢 和在结尾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我是非常孤独的 完成这部戏 因为呢 其中的过程 我根本没有碰上黎明 也没有碰上金城武 有的只是两组的时间 然后呢 都被散减了 更糟 还有更糟的 还有拍欢迎年华的时候 吃26碗 文吞面 到最后简直是 我跟他说 我说 导演真的没办法 我很想读 我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拍 我闻到那个味道 已经很想读 他说 哇 明白 拍完这了 才在讲 吃7个离子是什么时候 是阿飞 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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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在看 阿飞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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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演誰 演哪個導演的戲妳最累 王家衛嗎 王家衛 他最多叫妳做次數最多次是什麼 是吃水果嗎還是 是拖地板 蛤 哪個戲 就是插地板 就是阿菲正傳裡面的 插地板那場戲 就是我要 我插完地板就 叫張國榮陪我去看電影那場戲 那妳插了幾次 27次 我那個地板都插到光亮很乾淨了 然後她還是不滿意 然後我說妳到底想怎麼樣嗎 然後她說反正就是不對 妳再來 就還是這樣插 插到滿頭大汗 然後呢 這個熱氣從我的頭髮裡面 好像滲出來 她說對了 我就是要這個感覺 角色就是 有一場戲做一個很簡單的表情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又是做了六十幾次 那分別就是 做了六十幾次之後呢 黃家衛就 啊 算了 走過去 那我就很不舒服了 就是如果我 就是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黃家衛的時候 如果是 就是她已經是導演 或者是 她已經是這樣的 那我心根命大 就是好像偉仔 就是偉仔其實一直在幫她拍 現在都 就是她都是這樣 我又覺得OK啊 沒有所謂 但是我最慘的 我認識那個時候是一個朋友 就是我自己分不開 我自己 我問她 為什麼你會這樣對我呢 大哥 不是吧 希望我告訴我 你用誰的剪啊 或者我誰的剪得啊 誰的剪得 誰的剪得 為什麼呢 我完全不知道 我們從初期拍戲 第一條沒過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是一條過的藝術箱 怎麼 到那 她說得好幾 就是一條沒有過 等到第十條 還說沒過的時候 心裡就開始 她 到底怎麼了 我哪 她從來沒有說 我不對過 等到你拍到三十條的時候 她說過了 大家 現場鼓掌 好像很難過啊 現場工作人員都鼓掌 然後她過來跟我說 董老師 第一條最少 那為什麼要拍 還要再拍 九條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我真正的發現 每一次導演說過的時候 我回去要想 如果說我要想起來 我有什麼沒做好的 臉馬就要給打電話 你有機會 就要再再來 因為是 她說過的時候 她是覺得 你沒有可挖之土了 那個王島有一個 特別標誌性的 那個慢鏡頭 大家應該都看過 就是四格慢鏡頭 四格是什麼意思 一般我們拍戲 正常的畫面是二十四格 如果拍高速鏡頭 能夠拍到大概十格 已經很很不容易了 她要拍四格 四格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儼然站在前面 一動都不能動 後面所有人在那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走大概五分鐘 然後才能出現 我我戲裡有那個鏡頭 我很慶幸跟王島合作 我也有了一個四格慢鏡頭 你也有這個鏡頭啊 我有 我站在黃虎江邊 我很慶幸 我很慶幸 我也有 你也有嗎 旁邊也有 對 就我們那天 所有人在後面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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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眼睛都不可以眨 完全不可以眨 因為你眨眼睛的速度是會這樣 對 還以為你要睡著 原來你只是在眨眼睛 對 哎呦 抬不起來了 你動不動 眼淚都快流下來了 對 而且我們隨時要保 保持戲裡面 這場戲的狀態 對 就是你才回想起來 原來以前 你看到的所有那個經典的 那個那幾部電影裡面的 那種鏡頭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拍的這個四格 就是那樣子 其實我們倆就像一個學生 就像一個學生 就是在演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剛進入到這個 拍攝現場的時候 我們也會緊張 也會忐忑 有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需要非常專注地去聽 導演講要的 這段戲的東西 或者說導演的指點 那我們兩個人會非常認真的聽 非常認真的聽 聽完之後 然後 然後 虎哥會問我 你聽懂了嗎 我說沒有 他說我也沒有 還有就是 聽到 因為導演他每一次喊咖 那個語音語調是不一樣的 就是 他最滿意的時候 他喊咖是這樣的 咖 對 每一次只要聽到王導 說出了這種語氣的咖 那就說明 那就是 其他語氣的咖呢 他最不滿意的是這樣的 咖咖咖咖咖 我跟導演 其實我每次 我說實話 NG的次數是不太多的 然後呢 但是有一天 拍了一場戲是 拍完我跟虎哥的一場很重很重的戲 拍了以後呢 我收工了我就先回去了 然後我是知道 然後我是知道 後面他們要拍一個 他 凝視這個夜東京的一個鏡頭 拍了很久 對吧 然後第二天我到了現場以後 第二天我的戲拍完了 大約晚上十點的時候 我收工了 就把衣服換了 導演說 要不要看看昨天 你們倆那場重場戲拍完 我拍了虎哥的那個 一個那個鏡頭 我說我好好看一眼吧 他就給我看 回放 那虎哥剛才說了 導演每次都是放 有BGM的那個音樂出來 然後我當時看的就是 就是控制不住了 就一直都在哭 然後導演就過來說 怎麼樣 他說你覺得 他在看你 你在幹嘛 我說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你要不要拍一個鏡頭 我在拍 他看到的那個你在幹什麼 我說好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是在步 下一位演員的光 因為我已經收工了 然後他就去布光去了 然後我這時候就衝上了 車 我說我要換衣服 換昨天那場戲的衣服 換好以後 我就坐在監視器前面 然後導演回來 看見我說 呀 你那一段就好了 然後他就宣布 重新打光 就拍 加拍一個 我那個鏡頭 我那個鏡頭拍了 大約六條 就是過了 然後他突然跟我說 我想讓你演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感覺 然後我就愣在那裡 因為我當時已經看見過 胡歌的那個眼神的表演了 嗯 他想讓我演一個 看見他 像看見空氣的那個感覺 後來我從夜裡的 大約十一點 一直拍到夜裡的兩點 嗯 我不知道自己拍了多少條 但我只知道我沒有喝一口水 我也沒有坐回到凳子上 我穿著高跟鞋 一直在上上下下 因為那個鏡頭是要爬上凳子上去 換燈泡這種 拍了很久 然後一直 無法拍到滿意 因為導演說 我的眼睛裡 他感覺不到那個空的東西 後來 最後他就跟我說 好了 他說你 不要較勁了 今天就拍到這裡吧 然後那個時候我很受挫 嗯 因為我覺得我的職業生涯裡面 沒有過讓導演不滿意的時候 然後我就站在那裡 其實很想哭 後來導演就過來 他說能哪能啦 他就拍我的肩膀 我就說我拍了多少條 就請場際過來 我忘了是三十六條 還是四十六條 嗯 然後我就非常沮喪 我說導演 我怎麼會拍了這麼多遍 他說嗯 你這個條數 在我這兒 NG的前十名都沒進去 他說他們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嗎 然後 然後他說 那你先趕快回去睡覺吧 明天 明天還要開工 好 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後 我一個晚上都沒有睡著 我一個晚上都在复盤這件事情 後來到早上的時候 我才想明白 我覺得是因為 我不接受他 要求我的第二種表演方式 我不能接受那件事 是我本能的在抗拒 然後我到了現場 導演 一看見我進來 就過來 摟著我肩膀說 怎麼樣啊 昨天睡的 我說沒有睡著 好 他說我今天要讓你學齿 我換一個 重新換一個表演方式 然後 也就拍了五六條就過了 其實你知道嗎 就是 我後來 我覺得我特別感謝導演的東西是 他很懂得 怎麼讓你重新持回這個信心 因為他是愛演員的 而且他是非常感同身受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他還點出了很多我 我身上的 可能是別人看不到的點 但是我有點嘴硬 他說的那個我就不認 我心裡很不甘心 其實我們有的時候 是不願意面對 自己有非常脆弱的一面 但是他說出來之後 我就會抗拒 但是其實當你最後自己接受 那一部分的時候 是你自己跟自己和解了 我覺得 其實在那一次過程中 是導演幫我和解了 然後 但是我後來過很久 我聽到外面很多劇組的人 有傳這件事 他們說 瑪莉都拍了這麼多條 我們拍這條不算什麼